星期六花莲地区有很多部落都在举行狩猎祭的活动 市长温家贤除了亲自到场参与 致政家菜金也首度颁发了包扬状 给华东部落的林秋华女士 由林秋华的子女代为接受 市长表示对于为部落奉献努力的长辈要心存感谢 也透过包扬状的颁发 让后代了解其老的伟大精神 更期望让年轻的一代愿意为部落来服务奉献 丰盛的菜肴浓浓的米酒香还有酥炸野鸟 这是各个部落狩猎剂可以品尝到的原住民美味大餐 花莲市各部落陆续举办狩猎剂活动 市长温家贤多位的县议员还有市民代表都到场和主人同欢 更特别的是在华东部落市长颁发了第一张包扬状 给终身致力推广原住民传统舞蹈展演 为部落赢得荣耀的林秋华女士 今天特别来到大本部落 同时也颁证了包扬状号给林秋华我们祈祷 那过去他对部落的贡献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但是大家都还是很怀念他 那当时候对部落的一些奉献跟付出 今天他的儿子跟小孩 都来到现场来做相关的受证 那我们也同时希望更多的部落主人们 除了奉献之外站在公部门的我们也要感谢他们过去的奉献跟付出 那特别感谢平岛不定代表 夏明隆代表 在代表会的时候提出相关的建议 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主人们 孩子们回来做传承的工作也能够得到公部门的认可跟认同 再次的感谢过去为部落付出的每一位好朋友 那发廉施工所站在公部门的立场 一定会持续的来支持部落各项的活动跟建设经费 市长吴嘉賢表示 部落的文化推广及产业发展是许多其老们的努力奉献 为了让这些劳苦功高的部落长辈们的事迹 可以让后代了解 在代表会支持下颁发了包羊状 除了可以让子女感到荣耀 也希望可以让更多年轻的一代对部落有认同感 愿意回到部落奉献自己才能 来协助部落永续发展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